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晚上时间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席 今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明 为了应对伊朗对以色列的进攻的紧张局势 加剧的情况下 美国向中东派遣了更多导弹防御的军舰 美国国务卿奥斯丁也表态 至于说具体是哪些军舰以及多少艘 它其实上现在属于保密的状态 大家媒体上看出来的可能就那一两艘或者多少 实际上它的军舰的部署 它不可能让你知道 媒体也不会输 那绝对比媒体报的数量肯定是要多的 因为它肯定要打个盈余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外套上去 实际上它这个军舰目的是啥 其实目的是阻止俄罗斯 进入该季区 记住啊 这是 但是 有一点啊 美国如果把这个 这个导弹防御战舰啊 各种军舰部署到那里 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可能 啊 这个产生了这个 这个 这个防御上啊 有个空档期 会被中俄抓住机会啊 然后突破 它的防御 有没有这可能 因为现在啊 这个全球的局势 它是一个 这个多战线 多战区 全球统一的一个战场 所以美国的不仅仅是 要因为伊朗的这个事情 要去 要去联动 还要 同时考虑到 印太 亚太 阿拉斯加 等 这所有的地方 都有可能随时发生啊 发生 中俄突破 美国的防线的这种可能性 还包括美国国内的 美国国内 是吧 这个南部走线 这些突然袭击 你怎么看啊 金正先生分享一下 好的 就是我最近有一种感触 就是说实际 实际上 这个 这个邪恶柔心和和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世界方向的就是它形成了一种 战略是战略上的这种军事对治其实已经形成了 有哪些迹象呢 比如说它前期的这个啊 这是中俄的这个车车机战略巡航啊 然后中国的这个 舰艇屡次骚扰 比如说 那是好像大概是七月份左右 嗯啊 喂 齐中事你这个断了 断了断了 我们自由航行的这种旗航 然后啊 但是这个是一种什么态势说白了 他已经在战略上表明了他的这种实际的观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邪恶柔心 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战略决胜的这个这个决心就是如果如果不是的话它不会表现出这种战略上的这种直接对治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我特别相信美国这边其实也早有准备 然后你至于说具体的比如说像对付对付伊朗的这种这个这个舰船啊或者说武器装备和这个这个部队这种这种啊调配和调调用呢 其实我说我相信美国肯定是有这个战略考量的就是在兼顾这些比如说尤其是阿拉斯加和这个这个东北亚加上这个南海和中东所有这些地区他一定是全盘考虑这些事情 然后当然对方想做的就是我声东击西啊然后我我这个这个叫什么绕你啊中共非常擅长的这种 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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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我绕啊什么之类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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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调动了调动敌人的这种政策不是这种这种策略 所以说 这个舰艇的这种调动呢他会不会留下孔刀我我相信美国一定是在他所有这个战略资源上做的这种考虑 他肯定不会轻易的这个被被这个这个邪恶轴心中欧医去去去怎么说呢去调动道 但是当然那边也会也是兵不宴战的尤其是你看最近伊朗的这种反应就是一会儿又硬一会儿又怂一会儿又怂一会儿又怂的这种 他他他其实包含着这个认从和强攻的这两种可能他都有他至于究竟最后他做出来的是哪种状态就看他这个 呃全局的这种战略对峙的这种这种调动调动美国的这个状态他觉得有机会他他一定会上他如果觉得这个没上当或者说 这边进行了更均衡的这种战略准备的话他他就忍了所以说这个这个你看那个这个哈梅内一在那怎么怎么叫嚣或者怎么怎么怎么装怂其实都都都都都没有用啊 那都是表面表现出来给这个希望这个对手上当的一种策略 你这一会儿这个又又又又运了这个什么防空武器了一会儿就是当然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了就是他他去增强自己实力或者说准随时准备着比如说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啊非常深刻的这种打击当然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 所以啊我是这么看的 好这里啊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想说的就是啊 就是表面上啊专注于缓和中东几张局势 实际上这里头有很多都知都有的这个全球的这部署的这个 这个这个认知在里面的概念在里头 啊美国有没有派啊驱逐舰都不知道 说实话啊 一收还是两搜还是比这媒体报的多还是少 这都是虚虚实实 记住啊 中共中俄在这里是真挑事还是假挑事 在还是在别的地方在那里打突破 这随时都有可能 这就是这就是啊 这就是这个美国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必须得考虑的地方 全方位考虑 那中共在这里啊 为什么 中俄是吧 那中东的紧张局势 你说俄罗斯会不会利用吗 那绝对会利用 毫无疑问啊 毫无疑问 这就是比实力的时候 当一个局势紧 如果啊 你看对美国来说 也是比较难办的 第一 在中东你不能放 你还必须得全面的 这个掌控 一旦放了 那中东 石油啊 什么沙特 他觉得你美国 hold不住的话 很多 他就是产生连锁反应 你既要保住中东的局势 啊 同时 你还不能让 啊 这别的地方 防线虚空 啊 给他打了个突袭 突袭 啊 中共 中俄经常玩这一招啊 这特别是中共 啊 经常玩这一招 啊 然后呢 还有委内瑞拉这里 古巴这里 那都有 随时有可能 所以现在 这个我今天看到啊 这个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 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知道 这里都没这么简单啊 没这么简单 啊 就这里面 绝对是一个斗勇 斗智斗勇的事情 啊 这里 这些邪恶轴行 他绝对是 啊 不悬而战的 啊 就跟那个日本一样 啊 在某些地方的打穿你的防线 当时 打到珍珠港 那也是想摧毁整个太平洋舰队啊 如果当时太平洋舰队两艘航母 正被他打中的话 都说白了 没有跑道的话 正好不在吗 那美国 那整个太平洋 那这个只能退守到珍珠港啊 就知道退守到 这个洛杉矶啊 美国西安 你想想这是多么被动的事情 那整个太平洋 那基本上都都归他了 他的航空母舰可以长驱直住 进入到美国西安 对你打击美国本土 你想是啥啊 概念 所以 所以啊 那中俄 他会不会重蹈 绝对都有可能 随时都有可能 你是不是 你怎么看啊 就是 对 我刚才说就是这意思 说白了 他这战略对这形成以后 双方都在寻求这个 空档 就是你一个没看着 或者一个被我 调动到其他地方 可能我马上就会从 其他的空档下手 比如像刚才举的例子 美国西安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阿拉斯加有没有可能 那也非常有可能 如果 比如说这个 这个 一旦找到一个空档 他去使 他为什么拿这个 核红烧机在那巡航 那就是 说白了 他一指冰冻三指阿拉斯加 当然不是了 通过北美大陆 他就进了美国了 他也在某种程度 一方面是 他也表达了他的战略意图 所以说 他既然说白了 他去表达战略意图的同时 他我相信他也是深信美国 在这方面 其实是有准备的 所以他去 他在敢做这种 这个 这个 说白了 他拿 核纳机巡航 都已经是进行这个 试探的这种 这种地步了 所以 这个 就是大家 应该能了解到 现在的这个激烈的程度 其实 除了这个 局部的接火 没有发生之外 其实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就是 现在的这个 是比较高层面 就是战略层面的这种 你供我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好 关于伊朗这个局势 今天我们说了 又派了F22 然后再加上更多的军舰部署 因为这个军舰的部署和之前 区别是这次 这次 就比之前前几天说的军舰 派出部署的更多 比之前说的更多 这是关键 这个 所以呢 这意味着啥 你看这 罗斯福尔航空母舰 派出12架 F18 超级大防风 核一架 一二D 鹰眼战机 已经抵达中东盟军基地 可能是卡塔尔的 吴戴德 这些战斗机 已经部署到位 你看到卡塔尔 卡塔尔是哪里 卡塔尔就是伊朗旁边 说吧 伊朗如果要干啥 那可能直接对着伊朗 随时进行空中打击 都有可能 那伊朗如果被打击的话 那俄罗斯 那肯定是 中俄的肯定背后 就是支持伊朗 毫无疑问 所以这里头 局就在这里 大家看清楚 看清楚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